使人刚强有力的主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暂言三章六节 切下因言使人心灵得滋润的主 求主特别、怜悯、在情绪上有困扰的青少年群体 求他们无论在洞色前路或是在不知去向中 都懂得传言交托给那创造天地的上帝 求他们凡事都无忍度、得着平安 因为经上记着说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叫人心灵强健的主 求主的恩言不断在这个世代响起 叫我们有应付困难的能力和知识 若我们知道有上帝 就知道有拯救 若我们知道上帝是能力的源头 就会祈求刚强来面对困难 寄求智慧来解决问题 若我们知道上帝是爱 我们就心想在困难中 他决不会丢弃我们 人他病不甘心 使人受苦 使人忧伤 主啊 我们知道这个知识 是从上帝的话语而来 从上帝的应许而得着 因为上帝故念我们 愿普天下的青少年从小 就认识上帝 从小就懂得倚靠上帝 让整个成长充满能力 心灵强健 神彩飞扬 感谢主 奉主耶稣基督圣灵求 阿慕